最近,面对咄咄逼人的拜登政府,中国很强硬,两句美国就充分展现了战略决心。 第一次,拜登在与普京会晤后,未能达到战略目的,结果转头表示考虑和中国领导人会晤,后来这是没因了。 西方媒体等部计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,发言人赵立坚回应说没有消息可以发布。 第二次,美国主动对外发布消息称,副国务卿谢尔曼或将下周访华。 结果,后来中国根本没让他来,相当于直接拒绝了美方的访华请求,为此日本记者,在7月16日还专门向外交部发言人提问,结果赵立坚又表示,中国在中美关系的立场是明确的,然后同样给了一个没有进一步可提供的消息。 两次都没消息发布,这表明中国对美国现在提出的高层交往要求是拒绝的,对于这种拒绝并非中国真的故意拒绝,而是因为美国缺乏诚意。 关于这一点,王毅在前不久也已经回答了记者,说,中美高层能不能恢复接触在于美国是否拿出诚意。 换句话说,现在美国想和中国接触是缺乏诚意的,而要建立接触就必须拿出诚意。 那么,美国到底想干嘛?中国要的美国诚意又是什么呢? 在我看来,美国还是向中国发出威胁后,向中国讨要好处的套路。 现在对美国来说,一边需要展示对中国强硬不断制裁中国,一边自身经济已经出现严重通胀又不得不求助中国, 美国想做的是,自己不付出任何东西,然后迫使中国按照美国的意思办。 譬如,美国为了打压中国,即需要在新疆问题上歪曲抹黑中国,在香港问题上制裁中国, 但同时又想让中国商品降价接盘美国的通胀压力。 同时还想中国高价多买美国商品,看到这些,就感觉美国政府的思维不正常,因为任何正常思维的人怎么会这么想问题呢? 所有的好处都美国占去,中国没有任何好处可言,白宫这种思维不是政治优质又是什么。 正是在这种政治思维下,美国才会在没有深入沟通,很随意的发布与中国高层会晤的信息。 他们认为美国提出了中国就得接受,就得在美国要价的基础上讨价还价,否则,美国就挥舞制裁大棒来制裁中国。 然而,白宫这次是真的错了,面对美国高层接触的一再表态,中国压根就认为美国没有诚意,为啥中国认为美国没有诚意? 因为中国在前面,大约两周时间内,与美方通过私自电话,如果美国有诚意早拿出了自己的诚意。 事实上,如果中美能赶快重启贸易谈判,大家通过谈判有了更多实质性共识。 在彼此尊重的基础上达成贸易协议,美国降了税,中国也可以多买点美国商品,这样中美至少有一个高层会晤的氛围,否则,现阶段这种会晤能有什么价值? 中方现在很清楚,必须让拜登政府放下傲慢,然后中美的高层接触对中美关系,对世界才有意义和价值。 在这个世界上,能两次拒绝美国高层接触的国家是极少的,中国就这么干了,在我看来,这么做至少起到了三个作用。 一,展示战略决心。 中美阿拉斯加对话时,中国向美国摊牌已经展示了战略决心,然而,对美国来说,很显然很多信号他们并没有接收到,但对中国来说公开摊牌, 却不是心血来潮,在这样的背景下,就出现了美国现在不断要求与中国高层接触又不断制裁中国的怪象。 至于中国,态度很明确,没有诚意大家就不要浪费时间了,中国这种态度只有持续坚持。 到了一定时间后,美国才能慢慢理解中国战略决心的意义,大概也才能在现实中恢复理智,拿出与中国对话的诚意来。 二,拖住美国经济,为什么美国频繁向中国示意要进行高层接触? 答案很简单,美国自己搞不定美国经济了,4月CPI上涨到了4.2%,5月CPI更是高达5%,在这种情况下,美国急需更多更低价格的中国商品来评议美国物价。 然而美国既想要这样的结果,却不想把之前对中国数美商品强加的关税给降下来,或者说,还想对中国市自大开口。 美国经济都这个样子了,都有求于中国了,竟然还要如此端着架子与中国沟通,那美国又何必与中国沟通? 自己解决问题就好了吗? 事实上只要美国没有诚意,中国大可以撑着美国,毕竟现在经济上遇到难题不是中国而是美国。 如果美国一定要自己撑着自己,那就继续撑着好了,让中国抱着这种态度。 实际上就是拖住了美国经济,就在过去些天,美国为了抑制国内通胀,已经不得不拉升汇率了。 三,给美国盟友空间。 中美关系僵持有僵持的好处,在贸易上能达成协议那是另一层好处。 现在,中美关系僵持着的好处在于,美国一些盟友是能从中看到机会的,他们只要与中国发展好合作,就能把握住。 与中国合作的机会,这一点的内涵,大家会慢慢理解,并且会一个个展开行动。 所以现在对中国来说,越多国家展开与中国更加深入的合作,对中国与美国谈判越有利。 面对这样的局面,中国是等得起的一方,中国经济复苏状态很好,美国想什么时候与中国较量中国,都会奉陪,想从中国这里开游,那已经是不可能了。 美国想谈拿出诚意,想干我们就干到底。 2021年中国要办好三件大事,第一,不可估名学霸王,乘胜追击,重构世界新秩序。 第二,开辟新的,更可持续的市场,深耕一带一路,想建设新中国去建设一带一路。 第三,花大力气,解决长期以来的内部短板。 三件事有一个共同的核心,就是去美元。 不再被它吸血,尤其是一带一路建设如果不去美元,到头来很可能。 就是为他人做假衣裳,因为我们花大力气建设。 等一带一路成气后了,美国减新兴国家羊毛就会撂倒我们没有自己的货币体系。 一带一路就会不满陷阱。 接下来要下大力气,解决好自己的事情了,特别是收入差距,不能不美国后尘,任重道远。 以人民为中心还需要做太多事情,但我们正在朝着这个方向走,中国一定会越来越好。 2021年世界将不断左转,疫情中,中国制度。 中国经验的威力和魅力,与西方一些国家高下立判,亚非拉很多国家会不断左转。 红旗慢卷西风,中国版本的全球化症,悄然到来,随着疫情在不发达国家中的慢,从东南亚到南亚。 从中东到非洲再到南美,左翼思想和左翼政府将纷纷崛起。 很多西方控制的代理人将面临垮台,世界的秩序和意识形态都将面临洗牌。 2021年是十四五开局之年,十四五在国家发展进程中处于什么地位? 第一句话,这是最为关键的五年。 2021是十四五开局第一年,也是建党一百周年,后年就是二十大。 这两个节点极为重要,这两个节点决定了十四五绝对不允许平平庸庸。 同时,这也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,迎战百年变局考验的五年。 这是决定未来国运的关键五年,而准了准好了,未来发展才有保证。 第二句话,这是形势最为错综复杂的五年。 世界,经济长周期从一个相对繁荣期进入了相对衰退期。 加之疫情的严重冲击,世界经济将长期处于低迷状态。 世界经济低潮时期,也往往是各国国内矛盾较为尖锐,又一丝潮高涨的时期,世界的问题。 各国之间的关系都将变得非常复杂,一句话,百年大变局按下了快进键,突发事件。 偶然事件将越来越频繁,做好较长时间应对外部环境变化的思想准备和工作准备。 统筹发展和安全,办好发展和安全两件大事等系列判断,正是此意。 第三句话,这是最需要出成效,最需要大动作,根本性动作的五年。 这一点也是基于前面两点判断,从2021年开始。 下一个五年,需要最能够出成效的战略举措,如果搞得平平淡淡,就不能解,决错综复杂的问题。 你所以说一下,决定复杂的事件也是有没有复杂的,决定复杂的事件。 没想到你现在是数字件的。 在简单中央,决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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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央和决定央,决定央。 这一点是毫端决定央,决定央。